抓住这一波利好 上海又会多一大批千万富翁 大家好呀 上海人发财靠洞迁 这是一句上海人的俗语 但这句俗语好像好久好久没有人说了 我们夫妻俩双方家庭经历洞迁 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没想到这次回上海看到这么多 又被冻结户口 又在准备冻迁的地方 看来千万富翁就此诞生一大批 不过也有很多人说 比如说长乐路那边 92%同意 所以没成功 上路怎么成功 没成功 我快要把这开Boot了吗 有终于是Boot了 你的能够死定了吗 上海的冻迁政策一直在变 我以前第一份工作又是开发商 所以也经历过 我去冻牵别人 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时候是属砖头加属人头 但是现在的政策 大多数都是只属砖头 就是只看你的面积 解释一下什么叫属砖头 属砖头就是看面积 属人头就是看户口本 那么砖头的话 搭出来的那种违装建筑算了 算了 原来都有漏洞 来先说一下我们家的故事 其实我们家就是属于典型的靠洞拆迁 翻身的家庭 我们原来是住在 其实是卢湾区的五十广 对吧 很小很小的在老护照 我们以前的节目其实是说过的 所以阿拉萨尼罗的老护照小开 我们家的洞拆迁 其实是在2000年就开始有封身了 整个完成应该差不多是到2002年才完成的 也就是说其实经历了差不多两年 两年半 算是比较快的 当时那个地方 其实因为它太败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边迟早会猜 那么很多人都把户口放在里面 而我们家这个时候的户口 还都在老护照 所以你们家那个老护照里面有N多本户口 N多本 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又要数砖头 又要数人头的原因 撇开我们每家每户 都的确分到了不少钱之外 矛盾也产生了 我爸是老护照小K 其实呢这个小K一共有四个 也就是说我爸还有另外三个兄弟 有一个姐姐 嫁出去的女儿 后出去的谁 安装法律完全没错 因为他的户口不在里面 你不像你的堂姐还有你的堂妹 其实是把户口签回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们签回来了 所以刚刚本来就是男娘娘 我不再给第一了 是我姑父 我爸爸最终还是给了他小十万 但是这个完全就是出于人情了 这和法律完全没有 所以我姑父后来只中我们家来往 这也是事实啊 所以你看上海人的洞牵里的故事 牵涉的很广了 全都是利益 大家都想谈亲情 背后谈的都是钱 都是人民币 你知道吧 其实这件事情上除了钱 以小堂妹是得益最多的 如果当时我岳父不把他的户口 放在了护照 他也就是没有后面的上海户口 没有上海户口 也就是说他的爸爸 我岳父的弟弟 到60岁退休的时候 是无法通过当时的回户政策 回到上海的 他完全没有办法签回来的 我岳父是帮了他的弟弟的一家人 等于还让他们有了房子 对对对对 那套房子他们有偿款 他们是在普通那边 一个不算太偏的地方买了一套房子 不管怎么样 这套房子现在也适值三四百万 当时买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便宜 没错 我们家洞费签的故事呢 是发生在90年代 我外公外婆家住在康定路西卡路 就是现在的康定大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知道的人都知道啊 但是内洞大厦呢 有个故事是 以来人或者是女称女威 是普通网自材他自有女称女威 他们签的是回签行 当时分到的是两套房子可以回签 问题就出来了 这一栋大楼烂尾了 没想到吧 90年代 90年代 这栋房子烂尾了 就因为烂尾 所以我外公外婆 在六个子女的家 辗转了七到八年 将近十年时间 后来是静安区政府 因为换届上来了一个 比较有powerful的一个区长 才领头把这件事情解决 康定大厦才造起来 他们有没有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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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不负 no 康定路问你 如果那个时候你也是康定大厦的 你会知道的 当时这帮老头老太都去去政府去拉狠府的 大家都知道90年代闹得很难看的 你的外公外婆还原差原回 我的舅爷爷 对 舅爷爷 我们之前节目提到过 就在顺昌路永年路的 我的爸爸的舅舅 我得叫舅爷爷 他们也是十年在外面漂泊 也是动差迁 但是他不是原差原回 他不是原差原回 他们的房子是在家定 一个干凌网站少了三年 不得 90年代怎么会动迁到家定去 太远了 不不不 家定的边边头 其实离家定还有很长一段 但是才属于很远 你看也是90年代 我在倒数第二个小阿姨 他们是唐宁动迁到梅龙 你那个怎么会动迁到家定 你这个很远 我怎么知道 这东西都是碰运气的呀 对 我记得那些年 每年半年都是去不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什么GTS 我爸每年拜年 年初二年初三的时候 现在打一圈电话 要知道这几个老人是在住脑 就和我外公一样的 你要知道 关系再好 就算自己的亲生子女 你在人家家里漂泊十年 六个子女轮流出 这个矛盾就是这样出来的 家庭矛盾都是这样出来的 你们至少没决裂吧 这倒是 对吧 我姑姑和我大母 是属于不说话的 就老死不相往 对 跟他决爱 当然了 现在 所以还活着快一百岁啊 这都是好的结果了 你不要以为上海人碰到冻青 都好的 就跟那个长乐路一样 也有冻不了的 说说说说你那个表姐 对 那个是表姐 对我有个表姐 其实不是我表姐 是我表姐夫 2001年之前 我表姐和我表姐夫结婚了 他们在谈朋友的时候 我表姐夫有一套房子 在黄河路 看过繁华的都知道 网屋 那套房子就号称户口已经冻结 然后要冻拆迁 冻结了20多年了 2024年 他们的女儿都已经工作了 对 对 他们女儿已经工作了 还冻结着 还冻结着 你没有声音对吧 你们自己看繁华 你们都知道的 黄河路那边该吃吃开喝喝啊 房子还在那边 没有遇到个保总 帮他们去冻结一下了 保总也不搞冻结的 20多年 所以也有窗媒特别人家的 也有窗媒特别人家的 是啊 每次逢年过节在一起 一旦讲到冻拆迁 我那个表姐夫除了叹气 没其他的 我们家也有个窗媒特别人 你这个孩子 吐口冻结的 我堂哥 我只有一个堂哥嘛 对吧 我堂哥他们家在哪里 就是那个打人的 美打电那边 威海路 他们家是永远不可能动签了 为什么 在我小时候我就知道 那边是毛泽东故具 所以现在变成了历史风貌保护具 威海路那一片 永远不要想拆迁了 他的那个老房子 就永远在那边吧 是 他们家老房子 被他装修得很不错 但是就是没有卫生间 对 好惨啊 每次上厕所都得跑到外面去 所以我跟你说 每个上海人 每户上海人 家里洞签洞签 都是一个惊心洞魄的故事 都可以写一部小说的 所以啊 说一句真心话 很多上海人 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 不要以为大家 生来就是富二代富三代 上海不存在的 不要觉得不公平 也不要觉得 我们这些人钱哪里的 我们这些钱 真的都是洞签来的 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好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